天气讯息提醒您要好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气 因为明天开始会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而且越晚越冷 其中北部跟东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跟这几天天气差距非常大 预报显示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最冷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的清晨 局部空旷地区低温会下滩到直升9度 不过高山降雪的几率比较低 就连迎封面的太平山 恐怕也只有看到乌松的可能 太阳露脸 阳光下晒得人暖呼呼 但北台湾的好天气没几天 周六午后开始又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越晚越冷 北部东部降雨几率增加 但高山要下雪几率低 就连迎封面最前线的太平山 想看到白雪纷飞的几率也不高 这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会是在礼拜天以及礼拜一 太平山可能算是水汽的迎封面 可是水汽到高山之后 它可能会出现类似雾松这样子的情形 但是下雪的环境条件 看起来是没有前两波这么的好 气象局提醒 这波冷空气虽然未达寒流等级 但特别是周日到下周一清晨这段时间 新竹以北汉宜兰花莲 局部空旷地区低温下山到9度 有短暂与湿冷 但想追雪可能性低 其他地区因为是干冷 早晚低温9到14度 白天高温15到20度 留意日夜温差 整个冷空气下周一白天起就会转干 周二离开天气回稳回稳 但欧洲模式预测 阳光只会短暂现身 到了周四恐怕会有封面南下 全台都有机会湿搭搭 1月21号这一波的降雨 当然主要降雨是在22 23 会可能会有一些 彰化以北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 虽然目前来看下坡封面 对中南部水情节渴有限 但忽情忽语的天气变化大 民众一定要格外注意 小心感冒 借持续整个头道